哥我们家到没有 哎好嘞等一下啊就好了 来杯啤酒 里边水边坐 好吧随便给我们好点啊 好嘞 老板来水边要坐好嘞 这几天生意还不错 要是照这么下去 很快就可以去某某了 啊 黄某某 黄某某你给我出来 黄某某 周飞 你谁啊黄某某 周飞你怎么在这黄某某 我每天起早谈黑在外面 就是为了早点去你回家 没看到在外面跟男人鬼混是吧 姓钟的跟脸的是吧 你就是个做百官的 这三十万的彩礼都拿不出来 你在这说什么呢 啥玩 打你什么 你看看我们雷少 随便一件衣服呢 都顶你卖一年的烧烤 我跟雷少在一起 这不是很正常吗 小子 我可是堂堂上市公司 送金 年薪近百万 你拿什么跟我斗 赶紧滚的 你要跟我分手可以 那你把我给你的钱 把我这条车都还给我 什么情况 就给我买了台破车 你还惦记上了是吧 雷少 你是不知道 他爸呀 把他妈和他都抛弃了 他妈就是个饭店洗盘子的 你家子人真穷逼 你说我可以 不允许你侮辱我妈 我说你妈怎么了 你妈长得又老又丑 我给你爸不要你们两个 大妈的 敢弄小黑的女儿 活腻了是吧 穷兵就是穷兵 那电动车值多少钱啊 瞧把他给心疼的 你们有钱就了不起 你们有钱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不好意思 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 我这张卡上有十万 谁帮我把这小子收拾了 这钱就归他了 回到 这活我们干了 你真的可以给我们钱吗 等 先帮我把这小子收拾了 给我可可的打 打坏了 小爷我都让 多睡得上 多睡得上 你 你能睡吧 小小 你怎么在这 我刚好就在这附近 哟 周飞 你的老乡好来了呀 你们认识啊 我听这个臭屌丝说过 好像是他的什么狗屁初恋女友 真的是婊子 这个 天长地久啊 没错 这个女人怎么就练 你不得要干什么 小女儿长得还不错啊 啥女儿 我看你们谁敢我爸是孝之一 我管你爸是谁 刚管小爷的闲事小爷就叫你好看 我操 哈哈哈哈 林月貌你放开他 你敢碰瑶瑶 我跟你拼了 对 刚才不是嚣张的很吗啊 现在跪下向我喝个头 没招小爷我比你开心 还让你跟着长长仙啊啊 你不干 我给你拼了 啊啊啊啊 别动啊啊 这种小子 小爷我饶不小爷 哎呦啊 别跟我别跟我别跟我玩 你来好吗 我没事 那个谢谢你啊 没想到 你这些年过得这么辛苦 哎呦哎呦 我拒绝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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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底层社会的臭屌子 也想娶我女儿 他配吗 赶紧跟他断了联系 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 你这些年过得这么辛苦 都过去了 你现在怎么样 自从那一件事情之后 我跟我爸就很少联系了 哦对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你啊 可能 可能是因为我没钱吧 像我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于外情 中飞 你 你别这样 如果当年不是我爸阻拦的话 我早就跟你回去看阿姨了 中飞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你妈让人给打了 什么 怎么了 我妈她 她出事了 我陪你回去看看吧 这就是他们母子住的地方啊 哦 这就是他们母子住的地方啊 中总 条件确实简陋了一宿 需要我陪你进去吗 不用了 你们就在外面等 我换进衣服 免得惊吓的看 小飞 小飞 真的是你吗 你谁啊 我是你爸 我刚从国外回来 这些年我委屈你们的奴子了 你恨你们还好吗 哪来的骗子 我没有把爸抓索 我没骗你 我真是你爸 我是中原生 当年 我穷回来到 你妈又刚怀孕 所以 我只能去国外把黑工赚钱 你外婆把你妈带离京城 所以断了联系 我是最近才知道 你们在江州 编 你继编 现在这骗子真是越来越会编故事 我妈出事了 别耽误时间 小飞出事了 妈 小兔崽子 你看看你妈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啊 都是你开的好事 妈 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在后出媳妇 来几个壮汉说要找你 找不到你 就把我爹打了 你个小兔崽子啊 你跟你那么个死飞老话 一个德行 说 你当你得罪了什么人 我不是这样 我没有 这肯定是那位猫杆 他还想让人欺负瑶瑶 不 我就把他给打了 你简直是胡闹 你又没什么本事 你闯什么窩啊 你是想害死我们一家子吗 就是 他 他是我朋友 是 小云 我回来了 是 已经回来了 小云 我回来了 钟德胜 这些年你去哪了 我找你找的好苦 我恨你 妈 他是他真的是 小飞 他就是你爸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们 既然我回来了 以后就不允许任何人在欺负你们 你个穷逼打工的 当年就是你拐走了我的女儿 你还有脸回来啊 就你这副德行 你能保护得了谁你 后小子 你差点让小爷我做不成男人 你给我等着 我要你一家都不得好死 还有那个叫什么逍遥的结婚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小飞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说来这个叫雷伟茂的 是很有钱有事了 我也不知道黄默默说他很有钱 我不管他是谁 看我的儿子 看忘了他的屁 哎姓中的 你少说这种屁话 你要真有这种本事 你能躲出去这么多年 钟飞 你要听外婆我的话 就把这个女人叫出去得了 乖乖 你说的什么话 你要跟这事没关系 你们都把我当老糊涂了是吗 啊 你小兔崽子 是个窝囊废 你什么时候敢打人了 肯定是受这个小丫头骗子的怂恿了 对不对 妈你别胡说 我胡说 你没听这个小兔崽子说的话吗 要不是这个女人 啊 他能得罪林少爷吗 叫我说 把他交出去 林少爷一高兴啊 说不定就揉着咱们呢 我 太过分了 姚姚为了我都为那个姓雷的盯上了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那不然怎么办 你们一家子都是废物 没一个人出头的 怎么着 还想帮我拖下水吗 这件事我来本 就你个臭关关的 你算老姐你 我原来是在工地上当工 那不代表我现在都一事无成了 小飞 这张卡你收的 这是什么 这是至尊黑卡 象征着地位和金钱 我这么多年 亏欠你们太多了 就当是一种 小飞 你 少拿这种东西来骗人 谁相信你的鬼话呀 啊 还金钱和身份呢 你有个屁的真笨啊你 小飞 相信你 把他捡起来 哎杨阳 杨阳 你这是干嘛呀 我怎么办 我要给我爸打电话 我是他女儿 他肯定不会不帮我们的 喂 爸 我有事想找你帮忙 我有事想找你帮忙 你还知道叫我爸 当初你们的这个心中的臭脚丝 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现在出事了就知道找我了 爸 我遇到麻烦了 我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这个废物不光没房没车 都还比挺干净 亏你当初还说他能给你安全的 你这气死你 这样吧 我派人过来 好 谢谢爸 莫叔叔 你来了 人呢 哎哎呀啥啥啥 叔叔阿姨 这是莫叔叔我爸的人 他肯定都忘了我们吧 哦 你好 我是小飞的父亲 我叫钟月生 哼 就是你儿子惹的祸是吧 还得浪的消息下肥 你看看你这副德性 你不会是场里打罗斯的吧 你比你儿子还废物 怎么说话的 我怎么说话的 我说的有错吗 老子是打罗斯的 儿子就是个臭白摊的 哼 你家的全都是穷兵 老队 你们家还会洗盘子的 姓钟的 你都听到了吧 你自己无能 还连我女儿跟着你受委屈 你马上带着你的废物儿子滚蛋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 妈 您不能这样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你马上跟他们父子断绝关系 少了这两个累赘 妈自然能给你找一个更合适的男人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若是真这么做 你会后悔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若是真这么做 你会后悔的 我后悔 我后悔把我姑娘嫁给你这种废物 好啊杨云 你要是不跟他们断绝关系 那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人啊都给小爷我滚出来 不然我把你们这狗窝都给拆了 人不少啊 还挺热闹嘛 你就是雷伟茂啊 就是你小子欺负我们家小姐 你谁啊 我叫孟威 听过东兴商会的名头没有 这一整块地 都是我们罩着的 我还真没想到 这小牛来头不小嘛 可是怎么就跟忠家这个废物 玩到一块了呢 暴殿天物啊 你少在这放屁 我们家小姐也是这个废物能配得上的 倒是你小子既然敢打我家小姐的主意 你信不信我找人打断你这双狗腿 现在是什么时候 一局上位要台卫的混混也敢出来叫嚣 你 您是马先生 莫叔 小雷是跟我混的 我听说有不长眼的动了我的人 你说我该不该来 马总可是江州手 这次九州商会的老总来到江州 只有少数人能够前去迎接 马总就是其中之一九州商会 难道就是那个 横跨全球的金融财团吗 莫叔 怎么九州商会啊 不错 这位中总可是京都第一首富 他来江州一趟 能直接拉住全国的经济政党 我也是费了不少力气 才有幸见了秘书长杨小姐一面 你说的是杨敬 她是我的人 你又是谁呀 你还敢问你们嘴里说的九州手术 就是我 哈哈哈哈 这年头真是神的阿摩 狗狗 就你 是九州手术 那我还是皇帝老儿了 不信什么 你们再藏着几个 你们所做的好事 会让你们加倍藏 来进 马上带人上来 打电话摇人了 我好怕哦 敢问这位九州首富先生 您是不是还要 啊 哎 小飞 这是你爸给你 不然你一样 我得收下 这不是至尊黑卡 这谁的 马总 什么至尊黑卡 至尊黑卡 是由九州银行发行的 里面的额度无限 像中的金钱和身份 看到了 这上面还有九州商会的印章 老总 他们说的是真的 不错 至尊黑卡有黑白两个章 据说白卡在秘书长杨小姐手里 黑卡在中会长手里 难道您是 马总 你可别听到瞎说啊 这个是真是假 还不知道 还要是真是那个什么 钟总的话 怎么可能 住在这么一个破房子里呀 说的也是 瞎说 行了 赶紧办事 到时候还有个接风宴 我要伺候钟总 都还排的对呢 是 是 主帅 小子之前很狂啊 差点让老子变成太子 来人 我把他的手脚打断 留到这里喂鱼 放松 你快救救中飞啊 小总叫我来 也是要处理这个小王八蛋 现在他们处理 比他们处理好 再说 这是他们揪楼自取 你管他干什么 求求你求求你 别动我儿子 你算个屁 你算个屁滚 臭小子 你活腻了吧 原来你也只会打嘴炮呀 不会是中飞的废物老爹 难怪生出来这样一个废物儿子 果然是有欺负不有妻子 你这个女的 就是欺骗我家小飞感情的 你知道你错过什么了吗 我还能错过什么 错过你那个废物儿子呗 我这么说吧 我们雷少不知道比你那个废物儿子强多少倍呢 中飞他不过就是一个卖烧烤的臭垃圾 我还没后悔 早就帅了他们 好 很好 你们在场的有一个帅人 都要对你们自己所说的话付出代价 是正中的 你给我闭嘴 我们小营跟着你已经够惨的了 你还在那儿吹牛皮啊 你想死 我们还不想死呢 你要孟威是吧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你去把这家废了 之前的事 我就当没发生过 是 马总 您瞧好吧 不说 接下来的场面 可能不适合小姐观看 您先回去 送小姐回家 放开我 周三 不想了 以前有我们家小姐护着你 现在我们家小姐走了 看我怎么弄死 九州商会秘书长杨小姐到 这不是杨小姐吗 您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这种破烂的地方 哪能容得下您这份大福啊 这是我们钟总的家 你敢说是破烂 钟总 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仅侮辱 还打了我 还谣言 要灭了我们全家 连我们钟总都敢动 不想活了 什么 他真是钟总 误会 这都是误会 看你干的好事啊 周总 我错了 是我错了是我狗眼看人低 我没认出您的身份 您饶我一命吧 你不应该求我 你得罪的是我儿子小飞 钟飞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之前不知道您是中国上的儿子 我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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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死 你 真是九州说服 当然是真 我说过要保护你 小飞 你看这些人怎么处置 他们欺负我和瑶瑶 他打我妈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他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两个拖出去 打断他们的手脚 带走 饶命个松总 哎 松总饶命啊 都是马总让我干的 马总 不请你救鬼 你你你你得救救我啊 马总 马总是 我动了你的人 没意见 不敢 不敢 马总 你将争首富 我看也不要做 严静 传我的领让马甲破产 我努力了一辈子才有今天了 中总你不能这样了 闭嘴 不长眼的东西 我们中总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 滚出去 脱脱 收拾 索飞 看再我们感情一场的份上 又饶了我这次吧 这下 既然是我 是我不知好歹 你后悔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好好好跑 放开 现在看见你完了呢 对不起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只听说 你根本不懂得 错过了 带走 中总 我 我 我 那是 你这今天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只需要知道 我不是原来那个搬砖的穷小子就行了 你们一直住在这种地方啊 啊 我妈她一没头二没抢 我们住这怎么了 这是委屈你们了 我带你们去一个好的地方 去哪 帝王居 我在那里有一套房子 帝王居 是那个村土村金的豪华别墅区吧 我也要去 你就不用去了 他们都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我们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人 废材住的地方 怎么配得上你 杨静 带路 我想问说 你在那里 但有什么地方 我在那里 我以后 你们就住在这里了 是是是你的房子 以后也是你 来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了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妈是高兴的 咱们在平民区住了20多年 终于住上大房子 小飞啊 你出去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我和你妈很多年不见 都好好聊聊 去吧 没想到帝王居这样的好房子 我还能住得上 你个老东西 找没搬眼睛 帮着鞋子都搬了 那绕着鞋子都会吗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看到 我赔给你 我身上就这么点钱 能发了工资我再还给你 拿开这脏手 离我远一点 花哨 还醒我 臭金鞋工 赶紧跪下 把小静的鞋给舔干净 少不了你 不错 跪下 把我的鞋给舔干净 否则 我就报警把你给抓走 别 别呀 我妈当时在饭店上班 肯定也没少被这些人欺负过 你们怎么欺负人呢 你们怎么欺负人呢 哪来臭屌丝 这是有你说话的份吗 花哨 他跟这个肯定是一伙的 想占我便宜啊 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谁想占你便宜 你别胡说八道啊 怎么 你还打我不成啊 黄斌 中飞 早就听说你混得不错 原来你的帝王居上班 中飞 我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叫我黄总就好了 房少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黄经理 本来呢 我还想在你们这买套房子来 结果这个清洁工 欺负我的女人 这个臭屌丝还想打人呢 不是呀 是他们先欺负人 中飞 只知道黄少是谁啊 房家可是一千家族 比这个卖烧烤的 不知道抢了多少倍 赶紧给人道歉 是不是没听明白 我再说什么 是他们 总飞 这也是我说了算 我是帝王军的负责人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是你嘛 你被开除了 黄总 不是这样的 我根本就没碰到他 少废话 马上滚蛋 不然 我叫保安来请你了 黄碧 你以前不是呀 你少过 攀官 咱不服啊 顾客就是上帝 懂不懂 再说 你要是有无少那个能耐 我也不敢得罪你 你有这个本事吗 看清楚了 我也是这儿的业主 这是一号别墅的钥匙 那可是价值五个亿的豪宅呀 真的是你的房子 嗯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 你就是个臭白菜的 哪赚这么多钱 快说 这房子 这钥匙是你从哪偷的 你别误览人啊 这是我 我爸给我的 仲飞 你是想笑死我 你那个该死的老爹 不是从小就抛弃了你们娘脸了吗 你哪儿来的爹啊 哦 不许是你妈从那边找了哪个野男人吧 什么回事 在吵什么呢 钱重啊 您来的正 这个臭老师在这儿胡搅蛮缠 他还偷了天字一号别墅的钥匙 我这打算报警把他抓起来呢 天字一号别说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住进去的 难道你是中 没错 我叫中飞 中乐生是我爸 好你个中飞 孩子是放屁 他不打死你 黄毕 谁给你的勾胆 敢这样跟中少说话 我现在正中偷着你 你啊 被开除了 先生管 你是不是搞错了 黄经理他可 少啰嗦 你也给我滚 你搞什么啊 方少可是你们的业主 有你这不跟业主说话的吗 管你们是谁 敢得罪东少 就是跟我们过不去 马上给我滚蛋 这里不欢迎你们 方少 他凶我 行啊你心情的 还有你这个臭屌丝 你们给我等着 走 这里 没你什么事了 你先下去吧 谢谢前九 谢谢中少爷 没事 前九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九州山会会长 九州第一首富 你知道吗 听说我 听说我 听说这中会长 来了咱们江州 整个上流社会都震惊了 中会长也姓钟 难道他 看来 你还不蠢 中少 就是中会长的儿子 中少 中飞 这是陈大夫 我刚才都是给你开玩笑的 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忘了吗 小时候玩戏 我以前要一叉 现在知道是朋友吗 刚才是谁让我不要盘关系来这 中飞 我真不知道你是中会长的儿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旁边 你算什么东西 再敢就产东商 不要你小命 来人 把他都轰走 中飞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中飞 对不起 手下的不懂事 让您受委屈了 我送你回去吧 哎 喂姚姚 中飞 原来你没事 你担心死我了 我没事 怎么了 中飞 我们出来见个面吧 我在龙心咖啡厅等你 哎 好 天主管 送我去趟龙心咖啡店 是 董事长 请 姚姚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到底谁救了你 先走 是我爸 你爸 他开玩笑的吧 他又不是真的九州首富 我没骗你 我爸真是钟会长 好好好 你没骗我 那孟伯伯呢 他怎么样了 我爸到处找他呢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是杨秘书的人干的 你怎么回事 我爸真是钟会长 你怎么回事 杨秘书 你怎么了 我爸给我介绍了个富二代 说等这一次名流大会之后 就让我们结婚 可是我不想嫁给他 名流大会 其实就是接封宴 九州商会的钟会长 也会来江州 所有的名流都会在现场 谁要是能看上钟会长 谁就能一步登天 我爸不就是钟会长 这事要是让瑶瑶和他爸知道了 不知道会怎么想的 不然这事我帮你吧 你要怎么帮我 你要是有男朋友了 就不用嫁给他了 你的意思是 你做我男朋友 不行不行 我爸要知道会打死你的 等明天的名流大会上 说不定你爸就会对我改变主意呢 你怎么办 找什么 慌慌张张的 这个小姐他 他又去找那姓钟的小子了 什么 岂有此理 这个 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要不要 明流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件事如果捅出去 我的脸还往哪儿搁 原来小子再多活几天吧 是是是 郑哥 楚歌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会不会出事啊 这个事情先不要管 马建元这边是不是出事了 马建元这边是不是出事了 有这回事吗 对没错 外面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马建元 我手术 出来了屁都不是 也敢得罪九州商会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不弄他弄谁 哈哈哈 站住 干什么去了 爸 我 是不是又找了个信中的废物了 我这话你都不听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找人把他给卖了 爸 你能不能不要逼我呀 我真的不喜欢方正豪 你是不知道方家有多大的能量 现在马家倒了 方家就是江州的首富 你们两家强强联手 这样不好吗 方正豪就算再差 也总比那个卖烧烤的废物要强吧 爸 民流大会开始之前 你哪儿都不准去 听到没有 哲 什么意思 我已经打算的消息了 九州商会正在寻找江州的代言人 这次民流大会就是个奇迹 想必方家已经开始行动了 如果马家能达到九州商会的支持 他们的失利 要翻几十倍了 没错 瑶瑶要是看到方家有这么大的能量 我想他一定会心甘情愿的嫁过去 对吧 对对 我回来了 小飞坐 来坐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是这样的 九州商会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 我以后肯定会做甩手掌柜的 你作为我的儿子 我有必要把九州商会交到你手里 你看玩笑的吧 这也太快了 你先别着急 凡事有个过程 我现在就给你创造一个机会 让你尝试开始经商 杨静 这是什么 马家是曾经江州的首富 我们整合了马家所有的资产 我打算全部交给你处理 以后你就是九州商会在江州的负责人 可是 我什么都不会啊 没关系 谢金会帮你 我本来只是一个保镖 没有今天的地位 多亏装总看得起我 只要上一句话的事 杨静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怎么样谢飞 现在放心了吧 过两天 有个名流大会 到时候我再向大家介绍你的身份 时候不早了 你们都饿了吧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小妮 好多年没有藏过 你亲自做点菜了 妈 你打压手 庄总 这是什么 这是江州各大豪门送来的资料 他们听说我们要开辟江州渠道 都申请加入这个商会 没这个必要 以我儿小飞就够了 这个方家是继马家之后的第一豪门 他们经济实力雄厚 给我们打下手应该不错 那行 以后再说吧 小飞 你还在干什么 准备出发了 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 这是江州那些豪门送的礼物 你手上拿着的那个 是木塞叶富红专戒 价值也就五百多万吧 五百多万 真的假的呀 那 那你能送给我吗 你喜欢就拿着吧 赶紧收拾收拾 我们先走了啊 哎 五百多万的专戒 不知道我送给瑶瑶 她会不会喜欢 我今天没心情喝酒 我今天没心情喝酒 你这是什么意思 姚姚 原来你在这儿 你今天真漂亮 臭屌丝 怎么又是 上次小爷还没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 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姚姚是我未婚妻 你说我为什么在这儿 不愧是方少 身边的女人可真不少 臭小子 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 我胡说 之前是谁一口 我一个亲爱的 我记得 你跟那个吴小姐关系挺好的呀 怎么 这么快换未婚妻了 你黄振昊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怎么能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情呢 姚姚 他诬陷我 你干什么呀 中飞 你没事吧 你个垃圾 你不就是仗着那狗屁前主管给你捧腰吗 现在 看谁还能救你 什么意思 我在帝王区碰见他了 我也是那的业主 姚姚 听见没 还吹牛呢 瞧你这身形头 还背个破包 说你是相伴了 都抬举你呢 就你这种废物 也配住在帝王区 板着找我你 哎 装飞装飞 要不你还是先走吧 我爸说你要是再来找我 肯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雅雅 我相信过了今天 小伯伯会认可我这个女婿的 女婿 嗯 雅雅 如果没有家庭的阻挠的话 我想 我们肯定早就修成正国了 我想好了 我不想再错过你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哪儿来的垃圾 这女儿也是你男人指的吗 这个东西相会的会长吗 他怎么来了 相会总可以将来越后 下环地啊 这样子拍一场 这么小啊 小声点 小心 乐 小伯伯 你来这 这纠缠摇摇也就算了 现在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就这破烂玩意儿 应该好意思拉出手 不嫌寒碜吗 还是你觉得 我的女儿不值钱 小伯伯 这没借着可不便宜 只五百多万呢 五百多万 你做梦的吧 就你这个是 恐怕连五百块都拿不出 不是这样的小伯伯 况且 我对姚是真心的 真心 真心算个屁 知道方家的能量吗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小子 我明确告诉你 我们方家 现在是江州首富 而且马上就能取得跟九州商会的合作 就你这种臭 也配跟我比 那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九州商会取消跟你们的合作 中飞 可不能胡说 这话要让九州商会知道了 你可有不少的麻烦 需要九州商会出手 现在就废了 男人 打单手要扔出去 变一下放开我 变一下放开我 放开 今天是中会长的接风印 你可别把事情闹大呀 喊在中会长的面子上 今天不给你一半解释 马上滚 听见你穷屁 就你 别敢跟我动 请不吝点 喂 小飞 你人呢 你到了没有啊 我就在大厅的 你们继续吧 行吧 那你准备准备 等会 你还上台讲几句 你是我的儿子 可别给你老这我丢脸啊 我知道了 杨阳 你都用完了 你个臭穷逼 还敢拿着这破烂怪招摇撞骗 信不信我弄死 这不是穆萨叶夫 赚件吗 这就是穆萨叶夫红宝石赚件 这是我从菲利普斯 泡卖行拿出来的 价值五百万米金啊 真的假的 就这么个破烂玩意儿 值五百万 还米金 这可是真的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 只不过 这是我送给中会长的 怎么会在你们的手里 我算搞明白 你小子原来不光是个穷逼 还是个小偷的 连中会长的东西你都敢偷 我看你是不要命的 谁说我是偷的 这是我 我爸给我的 你爸 你不会想说中会长是你爸爸 没错 哎呦 笑死我 中会长如果真的是你爸 跪下学狗教你 好 这是你说的 萧总 这是你什么人啊 这个人啊 品行不端 我看 以后少接触点为好 是的 你们误会了 中飞不是这样的人 中飞 你快解释一下呀 我解释了 他们都不信 小子 我忍你很久了 中会长这样的级别 我都高攀不起 想找死吗 萧伯伯 你高攀不起 不代表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萧伯伯 别急啊 中会长马上就到了 到时候 现场认识 中会长 还不得要了这小子小命 请这么一说 好吗 诸位 大家好 我是 纵月生 中会长可是九州双会的第一首富 像他那种级别的大了 平常我又只能在电视上看看 我也是世界级的大人王 这次来的真不愧 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中会长现在到了 赶紧上去认亲呀 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我说真的是中飞他爸爸 姚姚 别瞎说 我没有 中飞 中会长真的是你爸爸吧 没错 姚姚 你别听他胡说 中会长如果真的是他爸的话 他怎么会这么废物 姚姚 我看你也是眼花了吧 你要是不信 那随你咯 我看你浑身上下 也就剩嘴硬了 看台上 中会长旁边站的是我爸 只要跟九州商会达成深度合作 以后就没人敢扔你方家 贤婿啊 我们东西商会以后就得多仰仗方家了 好说好说 只要您把姚姚嫁给我 以后在九州商会面前 小旭一定替您多美言解决 爸 姚姚 你发现 今天这合作 他们套着 很想找死 周末这次回国 我非常感谢在座诸位的盛情节代 我们九州商会 在 江州 要开辟新的一页 方家 拥有 丰厚的经济势力 所以我们考虑 与方家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感谢周末 老老必全力以赴 九州商会 业务胜广 遍布全球 但是 不能厚尽无人 所以接下来的合作协议 我就交由我儿子 处理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是让我儿子作为 江州的 负责人 接下来让我儿子上台 还要这样子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哎 小白老 你站起来干什么 中会长叫的中家大少爷 我就是中少爷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戳身牛肚不怕虎 就连 中会长的屠须你也敢绿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嗯 少爷请上台 真的是中少爷 我就说嘛 你们还不相信我 完了完了 岳父大人 这个闯祸这怎么办 因为脑子路上外申请 中少爷你好 我是方才之主 方兄希望日后合作愉快 我们可没那个本事 跟你们方家合作 中少爷 你什么意思 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我们方家没有得罪你啊 这件事 你可要问问你的宝贝儿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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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爷 周周爷是我狗眼看人低 是我油眼不是泰山 你你就饶了我 饶了房家吧 周周爷 是你得罪了重家 你这个不肖死 打死你 小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强迫 他强迫摇摇摇嫁给他 还羞辱我 还有这种事 我宣布 九州上会 取消与方家之间的合作 不要 不要 我宣布 你找了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周周 你找了我们吧 同样的话 姓马的也是 我的儿子 不是谁都能欺负 你要是再不滚 下场就和马家一样 滚 还请你干 还带 你黑了 我干 你该死啊 打死你 我 抓住 找了我们 抓住 不说找了我们 抓住 小小 这小子这么大的悲情 你怎么不遭说 爸 我跟你说过 可你们都不信我 你们笑死一点 还是 小小 我上身啊 大家好 我叫周飞 感谢大家的认可 同时也感谢 周会长的信任 周会长 把江州的经营权交给我 同时 我也希望九州商会 可以跟大家合作共赢 好 好 好 周飞 去 杨阳 杨阳怎么了 你家有这么大的背景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爸他也刚回来 所以我就 贤婿 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对 你能原谅我吗 小伯伯 您叫我什么 我叫你贤婿啊 你是九州商会的大少爷 跟我们家瑶瑶 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啊 不不不 你能看上我们家瑶瑶 是我们的荣幸 那 瑶瑶的意思呢 我不理你嘛 这孩子 钟少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 咱们就找个时间 就今天 咱把这婚事给递下来 婚 我还没准备好 这也太快了 你俩你亲我愿的 还有什么好准备的 小伯伯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点急事 我就先走了啊 钟少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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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摸仇啊 那个该死的小子 他把我腿打破了呀 那个混账 你还有脸说 你知不知道 你這次惹了多大的慌 也會害死我們一家的 還有你 你之前不是說那個姓忠 就只是個賣燒烤的嗎 這麼腰身一臂變成了九州三部的大少爺 我也不知道呀 他就是一個廢物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那個臭婊子 你還有臉說 要不是因為你 往而能變成這樣子嗎 雷總我錯了我真的知道錯了 滾我現在不會再感動你 趕緊滾 等等 冒冒冒 你把我害成現在體的樣子 你把他拼命就讓我人呢 雷少 你還有什麼吩咐 雷少 你這是什麼意思 出個機會 把這個給新中的小子吃下去 你明白我意思嗎 雷少 他不好我爸 他出人命呢 我不管 那個小頭我看成現在體驗 我下每輩子都在他那旁邊了 我跟他不共戴天 我就一本書呀 可是小廢話 沒聽著尾茂說的嗎 按照他的句話 如果兩天之後你沒有完成 你小命難忘 滾 小肥啊 你們 這是要去哪兒啊 你爸說要帶我出去旅遊 真的假的呀 小肥啊 你媽辛苦這麼多年 我在國外留不住心 我想跟你媽出去逛 順便散散心 怎麼 你這樣沒問題吧 放心吧 這不 還有楊秘書幫我的嗎 等我成長起來 就可以接管九州商會了 哈哈哈哈 這臭小子 野心不小嘛 對了 張天爹呢 最近怎麼看不到他人呢 仲總 張副會長最近有些事 可能忙不過來吧 張副會長 是誰啊 楊敬 回頭介紹給他認識 是 這個張天爹呢 每天不知道在忙些什麼 啊 但是你要這次 什麼事 陳飛 沒事吧 我出去一趟 喂 有什麼事 中飛 我們能見一面嗎 我們有很多話想跟你講 我們已經結束了 別再找我 等等 中飞我们好歹在一起三年了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黄黄黄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要不是你跟那姓雷的干出这么恶心的事 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中飞我知道你讨厌我 就算是这样 我们也找个地方把事情说明白好吗 行 你把位置发给我 黄黄黄 我倒要看他 你到底要耍什么花样 亲爱的你来了 坐呀赶紧坐 交皮呢 中飞你以前都喜欢我这样叫你了吗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那是以前 现在我看见你 我都觉得狠心 你有话就快点说 中飞你变了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中飞 你爸 真的是中会长吗 你真的是九州商会的大少爷吗 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有关系吗 哎呀 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这么优秀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那个雷伟帽跟你T鞋都不配 我来也只是过来看看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中飞 我错了 你不要离开我 我 我真的离不开你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要是再离开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是那个逍遥吗 是他有什么 逍遥的父亲是江州的地下皇帝 你还能去找他麻烦吗 对 我是没资格什么所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喝了这杯断椒酒 以后就一刀两断吧 哎 等等 你又怎么了 你不能喝 这 这酒有毒 黄沫沫 你什么意思 不管我的事 是雷伟帽比我活干的 我要是不配合 不光我会遭殃 我的家人一个也跑不了 雷伟帽 这个混蛋 行 杨秘书 你马上带人过来一趟 对 雷家的人想要我的你 中菲 你也太厉害了吧 那我们赶紧过去吧 你这样子 要不然雷家的就跑掉了 你这么找呢 那個臭飄子還沒人能休息 爸 該不會黃昏把他給賣了吧 咱們知道他家的住室 就算再給他個狗膽他也不敢 再等等吧 搞不好那個現實中的小 現在連命都沒了 誰說的 臭娘是你把人帶過來的 沒錯人是我帶來的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量 他可是九封山會的大少爺 生死你們倆 還不給你眼死哪也沒人 瞧 老闆 我聽到 爸 祝菲 你們要幹什麼 你們給我下了一步 還想要我的命 楊秘書 你說這事 該怎麼辦 這對父子狗膽包天 來人 把他們給我拉出去埋了 被饒命啊 是中哥 我們真是一隻糊塗 我怎麼聽錯了 我饒命啊 饒命啊 什麼 楊東楊 饒命 我還不饒命啊 饒命 饒命啊 我輸了帶走 饒命啊 親愛的真不愧是你啊 這些都是你的人嗎 你太厲害了吧 我是不是說過 別碰我 莊菲 可是是我救了你啊 怎麼能這樣呢 莊菲嗎 你以為你救了我 我就能原諒你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是不如如來的事 你要是想放大款的話 莊菲 你誤會我了 你救了我這是事實 不然的話今天你也跑不掉 以前的事情一筆就行 楊秘書 楊東楊 楊東楊 幸中的你有什麼了不起 你敢三分五次羞辱我 你給我記住 遲早有一天 我會把我今天受到的虛弱 連本蛋糕都關掉了 怎麼著我姑娘想嫁人呢 爸 你胡說什麼呢 這哪是什麼胡說 你爸我掌管著江州的地下 中少又是九州商會的大少爺 我們兩家強強聯手 你倆有你情我願的 這岂不是兩全其美啊 哦 也不是當初你讓我嫁給方正豪的時候了 哎呀 那是爸胡說 悟光短淺 行了吧 爸錯了 你呀 跟中少抓緊把婚事定下了 也要爸再放心 什麼事 我馬上過去 什麼了爸 倉庫那邊出了點事 我現在過去處理 你自己逛啊 什麼狗的 我這眼皮怎麼一直在跳啊 小飛啊 以後江州就交給你了 有信心沒有啊 放心吧爸 你跟媽在外面 你要注意安全啊 好 走吧 我 不愧是曾經的麻氏財團 金碧輝煌啊 是啊少爺 不過現在已經應中總的要求更名為九州財團了 以後這裡都是您的了 楊總你終於來了 我是盛世集團的王開懷 中少爺 我代表元大財團來升級合作 希望您得了機會 還有我還有我 這些人 是什麼壞事 少爺 您現在在江州的影響力可不小 他們都是想跟您談合作的 那這些人裡面有沒有合適的 有倒是有 不過意義不大 少爺 我帶您去辦公室看看 大人 這家公司好看 雖然是個新城代企業 不過喜相創意還不錯 或許可以考慮佳生年齡 清遠科技 少爺 不是什麼問題嗎 沒什麼 我跟他們公司老闆也算是老相識了 這樣 我有時間找他見一遍 餵 宋明媽 我中飛 中飛 我正要找你呢 好久沒見你了 所以在忙什麼呢 沒忙什麼 找我 是這樣 今天晚上有個同學的機會 過來唄 我就不去了吧 我 我還有事要處理的 這兩機會是我組織的 你還把我當兄弟不 我把機制發給你 今天晚上記得過來 就這樣 我 他在我找人家那個時候 不用了 都是老同學 我倒是自己去就行 好 看來就是這兒了 哦 賣燒烤的來了 你怎麼說話呢 怎麼說話呢 怎麼說話呢 哎呀 宋班長 难道我说错了吗 谁不知道啊 从小到大 你和钟飞还有那个黄斌 和同铁杆兄弟 现在你可是做了大老吧 黄斌现在也是帝王军的军律 钟飞嘛 这个臭感慘了 你不觉得寒暢吗 我一没偷二没抢 那双方 钟飞啊钟飞我没记错 你妈好像在这店洗盘子是吧 算是吧 哎呦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没想到你心用心也挺强的嘛 要不把你妈叫过来 等我们吃完了 他就定把盘子洗了 多环保啊 哈哈哈哈 唐燕 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哎呦呦呦 那臭块烧烤的脾气还不小的吧 哎呀 我当时啊 就脑子进水了 居然还想去追他 要现在跟你在一起 我爸你犯了吃不起了 哈哈 我听说你天天出去摆摊 你这个老婆 给你戴地帽子 怎么着是不是那方面 那方面不行呢 啊 哈哈哈 你们给我闭嘴 还有完没完呢 我们都是从哪听到这消息啊 我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想让大家一起联络联络感情 不是让你们辅落中飞的 要不你去我那上班吧 把一个月给你开两万 怎么样 你跟黄冰不一样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毕得都没你 哎 你呀 别提那小子啊 如今黄冰啊 远高一点 连我都不放在眼里的 你的好意我信念我 不过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就不麻烦你了 中飞啊中飞 两万两万块钱可是你大半年的摆担费啊 你装什么装啊啊 自己没本事 还想怎么样啊 就是 活着那么窝囊 还得靠来施舍 我是你啊 我就找坏豆腐 就要死自己得了 够了 这么说中飞 我看你们两个 你不比他强到哪去 我睡不这么近 我承认 但我男朋友不紧的 他可是马氏集团的高管呢 马氏 不错 就是现在的九州财团 九州财团 这可不简单啊 那当然 九州财团的背后 可站的是九州商会 市值亿万 宋明啊宋明 你觉得你拿什么跟我男朋友比 你男朋友是九州财团的高管 我懂 你说什么东西啊 你跟我男朋友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有什么资格认识他 是不是一个级别 只不过 你男朋友这个菜 你 你可我能费 既敢奉持我男朋友 说明 我要你马上把这个垃圾给哄出去 我想见到他 唐燕 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 不要知道 我们可是上流社会的人 要不是你 我们会跟这种垃圾做一做吗 你不先丢人 你啊 东飞呀 你看看是那青酸味 这个饭 不吃也罢 呸 恶心 好 你们不乐意等我给我滚出去 是谁这么大的狗胆 敢动我女朋友 哎呀 亲爱的啊 你来的正好 有两个没长眼的东西啊 不仅瞧不起你 你酒都太宽 又不放在眼里呢 好爷 你别胡说八道 宋班长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的吗 你不是那个清远科技的大老板吗 很了不起吗 小代 我的女人 是你能碰的吗 比他些污蔑人呢 帮给我废话 我不听那么多 马上给小燕道歉 你是九州财团的人 九州财团出了你这么个大力 无法无天了是吧 我就是无法无天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可是公关部的人 听说 这个屁什么清远集团 妄想跟我们九州商会合作 简直是痴心妄想 不过 你们两个 要是跪下来给我磕两个响头 我一高兴 或许能考虑考虑 宋班长 实时勿者为俊杰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跪下来求唱歌了 宋明别跪 你一个小小的公关部经理 哪来的胆子干涉公司的业务啊 就凭我的后台 是杨静杨总 哇亲爱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杨总 我知道 他的背景可不简单 好像是那九州商会的 顾会长 你真有这么大能耐 把杨静给我叫过来看 真是个乡八佬啊 下次说话 你不能动一动脑子 杨静杨总 那么大老级的人物 是你小子 想请能请他来的吗 那我要是把他叫过来了 你怎么办 好啊 你要是能办到 老子随你怎么办 那我就让你滚出九州财团 我等着 除非 别把事情闹大了 他们可是九州财团的人 不是咱惹得起的 算你小子有眼力见 那没用 今天我把话料到这儿 这小子得死 你那个破公司也得完蛋 那我到时候要看看 到底是谁完蛋 姚秘书 我现在在清风大酒店 过来 中飞 你现在挺能演戏的嘛 你们要是不知道 你穷逼的底下 我们都信了 你这个废话 拿什么 啊跟昌哥比 啊 你什么身份 昌哥什么身份 倒是好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走你走 我这是 都是误会的 误会个屁啊 今天你们两个有一个算一个 一个都别想跑 李星昌 你好大的口气啊 李星昌 你好大的口气啊 谁啊 谁这么大胆跟我说话 不要命啊 你是谁啊 我亲爱的可是九州高管 你个狗东西 那不小嘛 敢直呼我亲爱的名字 你给我闭嘴 然后我不知道是您 您怎么来了 睁开你的狗眼 这是我们家少爷 少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李星昌 说他是你罩着的人 还让我们都跪下给他道歉 少爷 你别听他胡说 我只不过看他业务能力还行 跟他多聊了两次 李星昌是吧 我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不要呀 小姐 中少爷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您的身份 我跟您闹着玩呢 闹着玩 你刚刚肯定像是在那 杨秘书 让他顾问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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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快出招一下 出招一下 我错了 小姐 不要 中飞 是九州财团的 大少爷 大少 梁秘书 这位是清远科技的负责人 你是我的老同学 你找个时间把合同签了 合同 签什么 我们九州财团想跟清远公司合作 不知道宋总愿不愿意啊 我当然愿意 中飞 你现在出息了 真是没想到 我做毛大能呢 飞哥 中少 不飞哥 中少爷 刚才的事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是啊是啊 飞哥 你没有送我们俩去吧 还有别的事吗 就是我们毕竟同学一场嘛 要不留个联系方式 我们以后都出来聚一聚 对对对 没这个必要 走吧 哎哎哎 飞哥 现在九州的员工 还是马市内网人吗 嗯 马市有着固定了一套人员房里模式 我们暂时没有问题 公司风机不正 一个小小的公关部经理都敢在外面药物 是时候找个时间好好整顿一下 什么 怎么 上师 东兴商会出事了 怎么回事 东兴商会发生内讧 在仓库互相斗 会长消致意中伤 恐怕只剩一口气了 那有要呢 这个情况 小小姐应该也赶过去了 我们也去 快 我们平时经济不保 背叛了 这个 兄弟还是没办法 这都是方少的意思 方少 他到底想干什么 啊 岳父大人 听说你这边 情况不太好吗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呀 方正好 你竟然敢阴我 是又怎么样 你答应了把瑶瑶嫁给你 转手又想攀石中阵 你这种垃圾枪头草 死了也是活该 刚刚 走一什么路 再把逍遥送到你这儿 我要好好给你上上课 好嘞 听到了吗 男人钱财替人消灾 对不住了这个 信犯的 都是孟师徒在 哪有你撒野的笨 威哥 早就和我们是一伙的 什么意思 难道 没错 高哥根本不谢什么 公秀的辣罢手 他早就盯上了会长的位置 现在威哥下落不明 这个光荣的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我们的手 那我不吃 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 啊 报应 好啊 我懂得有这一题 但是 在这之前 你们先考虑考虑自己吧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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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动怀怀 我怎么给你拼了 住手 嫖嫖 我誰還問你啊 誰敢動我們家少爺死 少爺 你 你是酒中山戶的真少爺 楊楊 楊楊他對不起你 郑川 這錢送我下來 請 請你就要要出去 剛剛哥這這這怎麼辦 把他倆都給我辦了 不好吧 九州三位人咋得罪不起啊 怎麼兩人你怕什麼 你看你他送樣 待會兒 咱們擦乾屁股 誰能回到咱們頭上 上 找死 不知死活的東西 不知死活的東西 姚楊 姚楊 医生 情况怎么样 钟少爷情况不太乐观 萧萧姐的头部遭到严重重疮 恐怕很大可能醒不过来 你说什么 醒不过来是什么意思 少爷 你冷静点 是这样的 萧小姐的情况特殊 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难道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有倒是有 只是 只是什么 什么办法我都愿意去世 只要能救瑶瑶 什么办法我都可以 好 事情是这样的 高医生你能认识吧 如果可以叫他帮忙的话 情况会有转机也说不定 高医生 是那个高修成 高医生吗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听说他的医术 在整个龙国都很有名 不错 高医生现在就住在江州 只是他已经发过话 不再救治人了 好 谢谢医生 我会有办法的 杨秘书 三分钟之内 我要这个高医生的全部资料 是 杨秘书 你等着后 不管有什么办法 我都会把你救活的 少爷 你出来一下 少爷 这是有关于高修成的全部资料 我看看 这个高修成性格有些古怪 如果跟他来应的 恐怕没什么用 他这个人的兴趣 就是喝茶和补完死气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给他买一些上等的茶叶送过去 最近清风阁新到了一批古董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其中会有一个明代的五彩茶壶 价值连城 杨秘书 你真不愧是我爸的做网友 哎等等 东兴商会那边 什么情况 那个肖之义的性格存在缺陷 他不懂得拉拢人心 孟威和范刚这群人早就想对他下手了 他落在今天这个下场 也是情理之中 别带我不管 他们把瑶瑶害成这样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少爷放心我会办好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 东兴商会在江州的地位举毒轻重 但这次的内讧造成群龙巫兽 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 少爷你到底是想 没错 我要整个东兴商会 有难度吗 这个 少爷 这件事就交给我的是吧 这位是 这位就是副会长张天德 是中总的德路助手 少爷 您业务繁忙 整合东兴商会这件事 就交给我了 再行 我这就去办 杨秘书 这个张副会长 一直都是这样吗 他这个人确实有效 而且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副会长 来我被分车 哈哈哈哈 你来干什么呀 你来干什么呀 爸 爸 你打我干什么 干好吃 你还有点问我 我问你 东兴商会那破事 是不是你查复的 师傅干的又怎么样 他萧军一拿我当口爽 这就是他的下场 你 这个不张家的东西 你做事能不能考虑后果 你以为肖家是好惹的吗 东兴商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 我只不过是给他们添了一把火而已 再说了 肖志余已经死了 我怕他干什么 你放屁 你知不知道 肖家在省城 那也是一方巨步 你找上门来找咱的麻烦 怎么办 更何况你打上了逍遥 那可是钟少爷的女人呀 别让我听那个姓钟的小子 他不就是仗着有个好爹吗 没有他爹 他就是个社会最底层的垃圾 你还有脸笑别人 要什么要老子我 你他妈能活得这么潇洒吗 九猪商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方家就完了 爸 你急什么呀 肖志余已经死了 我听说 逍遥也变成了植物人 那姓钟的 根本就不知道是我们干的 植物人怎么了 他如果醒了呢 这事根本就不靠谱 爸 我倒是有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 逍遥那个臭娘们 不知好歹 咱们不如直接把她给 这都是个可行的办法 答案 一定要保密 我办事 你放心 你放心 你就是方少吧 你叫黄某某 姓钟那小子前居 你是中飞的人 你别紧张 坐 坐 我跟他可没什么关系 相反 我俩还是仇人 方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不用跟我演戏了 同样的事情 你家雷大少爷不是也让你干过吗 你也想让我给冲飞下毒 不可能的 经过上次的事之后 他肯定不会再上岛了 虽然我很看不惯那小子 但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就想让他多活几天 他身边有个叫逍遥的女人 你认识吗 我当然知道 我不是那个女人 我早就和中飞复合了 既然你也恨他那就好办 虽然他现在是个职务人 但不行 杨秘书 我们跟青氧科技已经达成合作 剩下的交给你去处理吧 好的 少爷 少爷 东兴商会这边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地盘 这么快 不错 少爷啊 你应该相信我们的实力 九州可是世界级的台拔商会 对付这些地头车 还不是轻轻松松呢 马家跟东兴商会 可是江州的龙头 我们转合了这两家的资源 那以后的路 岂不是豪子很多 这是自然 应该就是这 喂喂喂别乱碰啊 碰坏了你可赔不起 怎么说话呢 不知道顾客是上帝吗 我呸 你好意思说这话 我们店里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就你这穷酸样 你一看就是工厂打螺丝钉的吧 别胡说八道啊 我好歹也是个卖烧烤 再说话 工厂打螺丝的就不配来你这消费吗 原来这个卖烧烤烤的呀 呦 这不是马少吗 曾老师 看到没有 这是马少 马家的大少爷 首富马总的儿子 我说你们听风格什么情况啊 怎么什么妈风格都往里放 真是拉低了老子的道歧 据我所知 你们马家会是破产 你个穷逼的 怎么说话呢 我们马家好歹也是江州世家 就算是破产了 也比你强 就是赶紧滚蛋 不然我们就赶紧出去 我再重申一点 我来你们这儿是来摆东西的 你这个态度 信不信我 我好怕 你这穷屌丝 还不知道我们店里的价格吗 我们店里 最便宜的古董玉卓 都得五十万块 你买得起吗你 那我要是买得起呢 你这穷屌丝 买一张破卡出来 你就能吓到我了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至尊黑卡 又又又又 他 还至尊黑卡 据我所知 这种级别的卡 就不可能出现在江州 难不成你是九州商会的人 我是九州商会的大少爷 什么狗屁的九州商会 就是他们坑了我们马家 别说你只是个穷鬼屌丝 就算 你真是九州商会的人 老子照样弄死你 你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明代的控制上 看不出来啊 你一个武大郎 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我谁是武大郎 武大郎 不也是卖烧饼的吗 哈哈哈哈 我是卖烧烤的 反正都一样 都是底层社会的垃圾 还想买五彩茶壶 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不管多少钱 我都要 听到了吗 啊 这小子口气还不小 那你就把五彩茶壶拿出来啊 让他长长眼 穷鬼小子 看在马少的面子上 我就让你开开眼 这五彩茶壶 可是出自明代宫廷 是崇祯皇帝的御用 价值五千万 小子 五千万呢 可不是五千块 别说你这种屌丝了 就连本少爷 现在都拿不出这么多钱 也是 你们马家破产了 那穷屌丝你怎么说话呢 我马上在江州四叉风云的时候 你还玩迷奔 你们马家 破产 你小子想死是吧 除了这句话 就说不出别的来了啊 那我要是说 我买得起 可真是笑死 别说这五彩茶壶了 你就连个茶盖 你都买不起 你们马家 木 茶 啊 你找死的就 放放放放 袁助理啊 你来了 五彩 这小子拿不出钱来 还非要看这五彩茶壶 对了 这五彩茶壶 并非繁品 可是我们岩老刚刚入手 你又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这个不重要 这个茶壶只五千万是吗 我要吧 徐助理 你别听他废话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 我怀疑他是想偷东西 搞不好 目标就是这五彩茶壶呢 就是 这小子啊 还拿出个破卡出来骗人 他还当五千万是小父母呢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我要是买得起呢 你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很简单 打个赌 如果你输了 这五千万你来出 好 小子 既然你想死 我跟你玩 你要是输了 看本少不打断你的狗腿 这卡里有个钱 你们拿去验吧 去 刚刚卡有多少钱 是 小赵 不用你嘚瑟啊 待会我看你怎么死 怎么样 这破卡里有多少钱 几万块 一千块 一百块 总裁不是一块钱吧 看 不是 是一个亿 什么 一个亿 这怎么可能 马 马少爷 我看清楚了 确实有一个亿啊 我看他 哎 马少爷 我们清风阁 虽然不能说是想一圣灵 看在这江州也算是有头有两 我们但是 还挺放心 听见了吧 马大少爷 这壶 我就先拿走了 钱呢 你找他用 你 你想要坑我 马少爷 刚刚打赌的时候 你可不是听见 愿赌服输 麻烦 带马少爷去结一下款吧 这五千万会不会有点贵 我现在一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马大少 你可是马家的大少爷 想想办法总会是有 请吧 马大少 马少爷请吧 中少爷留步 中少爷留步 怎么了 阎老曾特意叮嘱过我 要来送中少爷 没想到中少爷 还有古玩瓷戏方面的呀 不用客气 我跟阎老之前有过一面之缘 我先走了 慢走 臭小子 你给老子等着 马少爷 别追了 你是斗不过人家的 胡说八道 这小子白白坑了我五千万 老子今天要不弄死他 我就不姓马 你小子往哪儿跑 你小子往哪儿跑 整个办法 明明是你逼我的车 你还有理了是吧 那我不管 告诉我 我这可是限量款的奔驰 买的时候一千万 要么 你把车买了 要么 买他一模一样的赔我 还有 你家清风阁抠了我五千万 你给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 是你自己要打赌 想耍赖着 少废话 你跟清风阁的勾结起来 把小爷当傻子耍是吧 赶紧拿钱出来 快点 我而不给呢 不给 我就打死你 小爷可是学过抬拳道的 就你这什么样 还敢跟我斗 你给我倒 杨秘书 我现在进行路程 我遇到麻烦了 我过来就跑 开始较远了 我告诉你 今天谁来都没有用 赶紧拿钱出来滚蛋 要不然 我打断你的狗腿 我看是谁要打断我们少爷的腿 我看是谁要打断我们少爷的腿 少爷 你怎么样 我光打了我 还要额我的钱 是吗 是又怎么样 老的是马家的大少爷 你们还敢动我不少 我今儿就把话放着 一千万赔车 千万还钱 总共六千万 扫银河这儿都不行 马家早就是洛西山了 还敢这么找 六千万是吧 给他 钱都在这里 拿着 这卡里真的有钱 你们要敢糊弄我 我饶不了你 哎 你们干什么 我们少爷撞你车的事解决完了 你动了我们少爷 这事怎么解决啊 你想怎么样 给我打 哎 啊 好啊 你们敢打我 你们完了 我正就打电话叫人 喂 德哥 我让人打了 马上来救我 你快走 等着啊 你可算来了 他们敢打我 那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 放心 不管是谁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哼 臭屌事 德哥可是东兴商会的一把手 我看你拿什么跟德哥斗 东兴商会 没错 东兴商会 曾经是消假的 现在 便到九州商会起行 你们得这个起吗 啊 感动我的人 今天我倒要看看 是谁又这么大的狗 这杨秘筹 张会长 原来无恙 哟 钟少爷 怎么是您呢 这个什么马少爷 他说是你的 不不不 这小子冒充我的头号 是整天招欧撞骗 竟然惹到了钟少爷 哎呀 他真是罪贴万事了 不高 他是钟 钟少 钟什么 钟 还不赶紧先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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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少爷 您当时是九州商会的人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是谁说我要是九州商会的人 又被要了 不不不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我是开玩笑的 是 嗯 红少爷 我是不懂事 他要是冒犯了您 我替他向您认错 您就把我们当屁 放了吧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还找我要钱来着 不敢不敢 这小兔仔的不懂事 钟少 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五女 屏不够三师 这次我就放了 是 再有下次 我是找不了 是 把他们给我轰走 把他们出走 好 你先回去了 杜少爷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少爷东西拿到了吗 嗯 在车后坐你去看看吧 你看一下是这个吗 应该是这个吗 少爷那我陪你过去吗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看来就是这了 高医生应该就住在这里吧 有人吗 请问高医生在吗 哦 来了来了 哎 哎 盐老 你怎么在这 周帅爷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 我来找高医生啊 行行行 老高啊 有贵客来看你来了 正好盐老爷在这 我这有个物件 咱请您给 长长眼 好 哎 这位小友 你这长湖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 来来来来 哎呀 不错 哎 老爷 这是不是你嘴上常说的 出自明代的 宫廷五彩茶壶啊 哈哈哈 没错 当时啊 我还替你晚些来着 看来啊 你跟他还真是有缘 哎呀 哎 老爷 你说的没错呀 啊 这五彩茶壶 可真是万中无一的好东西啊 嗯 哎 这位小友 你开多少价 你这个茶壶 卖给我可以吗 不好意思 我不卖 是吗 哎呀 太可惜了 不可惜 这件宝贝 本来就是送给你的 小遥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哎呀 是这样的高医生 我女朋友她 现在危在旦夕 随时都有变成植物人的风险 我想请您出手相救 植物人 高医生 这是 小子 你一进来 我就看着你这个人 有点古怪 果然 没敢好心哪 我高修成 是这么好打发的人吗 你 高医生 我求求你了 现在 现在整个江州吗 不 我 甚至整个龙国 除了你没有人能够救他 如果他醒过来 我也活不下去 我早放过话了 我已经退出医学界了 小伙子 你不要再求我了 你就是再求我 我也不会帮你的 老高啊 你中大少爷 这么大老远来看 还得了礼物 你这么做 太不近人情了吧 哪个中少爷 你说他是 没错 他就是最近 蜂蜜江州的 金珠张公大厂 刚才你不是还说 我们有好宝贝 给你留着 这人家亲自把宝贝送过来 你还不要 区区个小茶壶 就想收买我 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还跪了干什么 带路啊 这边这边 这边就这样 人家在四处 我来了 好该路 臭表子 就是你抢走了中飞 我该你现在变成这副样子 先下来你就准备上路吧 说话 你这个女人从哪帮上来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是我们少坡人的病房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啊 饶了我吧 我不是我不是我 是别人这是我怎么做的 不看我的事情 谁派你来的 我我不能说呀 我还是说都要我的命吧 哼 你不说现在就得死 我我我说了不行吗 说 是是方上 方上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说来 是方家人派你来的喽 是啊 是方上要指示我过来的 他想要选要的命 这怎么不回来的这个事情 哦 不不不不 你们做的很好嘛 什么 做 我做呢 不如这样 我们来一个合作 只要你按照我的安排 就能活命 你 你不是中飞的人吗 你怎么 少回话 照我说的吧 你们两个 去把那个方大少爷 请到这儿来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黄黄黄黄 谁让你来的 你怎么在这 高医生 带死你了 好 龙少爷 你放心吧 快 把病人 撤到手术师去 我要亲自和小小姐做手术 快 你怎么在 新娘那一路指示我 怎么办 怎么办 赵会长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啊 少爷 就是这样 我们几个刚刚打算去找您 就看见这个女人鬼鬼祟祟 那 你看 我上次已经饶过你的命 还敢再找死 你饶我可以 你来找瑶瑶 张天德 你先别提 还有一位正人马上就到 这是什么意思 说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说 我全能说 是杨小姐 是他指示我这么干的 他说 萧小姐知道了他太多秘密 说让我斩草出根 什么意思 杨秘书 他有什么秘密 这我也不知道呀 那天 杨秘书来找到我 说要跟我合作 这杨秘书手眼通天 我也没有办法呀 老爷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去公司 少爷 你们怎么来了 杨秘书 有人想害瑶瑶 什么 杨秘书 有人指控 说你对少爷不利 我今天来 就是想求证一下 这不可能少爷 杨秘书 之前的事情我都很感谢你 但是关于瑶瑶的事情 我不得不注视 好吧 你们需要我怎么配合 杨秘书 那就请您先到一边先到一边歇会 来来 茶 给我仔仔细细的茶 少爷有东西 哎呀少爷你看 这全是咱们商会的重要机密文件 哎呀少爷你看 这全是咱们商会的重要机密文件 这全是咱们商会的重要机密文件 姚秘书是商会秘书长 有这些资料 有什么问题呢 哦 你看啊 这些都是会长个人符合的办法 其他人无情感觉 没你 怎么回事 少爷 我不知道这跟我没关系 星天重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星天应该指的就是星天商 星天商会 这个星天商会 曾经是世界级的经济巨头 和我们的责任 但是和我们商战中心团 现在已经不够的卖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应该是星天派过来的过程吧 放屁 张天德 你这是诬陷 少爷啊 我觉得这个事 那还是悲痛小可 一句的言差 否则 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哦 那就这么办吧 杨艺术 没有情了 来人 把这个叛徒给我拽去 少爷 呃 你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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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该怎么办 杨艺术怎么会是内奸 少女人呗 雅艾术 我认为再见不到你了 我是不是睡了很久 是高于是不见了你 高于是人呢 不知道 我 我爸爸他 我爸爸他是不是已经 那我生了 晏星 能吃到你很難忘 给你吃吧 吃吧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啊 是小爸爸 啊 人死都死了在這好有什麼用 人死都死了在這好有什麼用 米玉 這麼來了 混賬 出了這麼大事我怎麼能不來 我們小家好歹也是省城的民門 怎麼就出了你們這些個 不孝子孫呢 他是你爺爺 幹什麼呢 我們小家 從小就是省城的四代家族之一 我爸從小愛打架鬥 爺爺管不住他 來了江州後創辦了東西省庫 可是沒想到 我早就跟他說過無數次 小主帝從來不把我的話放在眼裡啊 現在怎麼樣 我說中了吧 這事到底是誰幹的 誰害死我兒子 我用他現在形成 小野 這是東西商會的內訪 跟這件事有關的人 都已經被封擊警察局了 這小子 你又是什麼人呢 小雅 你爸不懂事 你也不聽話不是 跟這種香包老在一起 你你不快拉迪了我們小小當次嗎 爺爺 你別亂說 中非他是我男朋友 是他救了我 我 我想要嫁給他 我 我想要嫁給他 什麼 小雅 你說什麼 你 你真的願意嫁給我 我聽高醫生說了 如果要不是你請他來救我 我可能都會變成植物人 再也醒不過來了 放屁 你們倆當我老猴吐了嗎 植物人 有那麼農業 能救回來嗎 爺爺 我沒騙你 你給我住嘴 要要要要 你跟你爹真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啊 當年 你爸非要娶一個村姑 你倒好 現在也要嫁給這麼一個香包老 爺爺 中非他不是香包老 他是九州商會的大少爺 如果不是他請高修成高醫生來救我 可我可能就再也醒不過來了 要要要要 你可真是張嘴救來啊 九州商會我可是聽說了啊 那可是國際性的金融財團 會是這種小娃娃你駕馭的過來嗎 爺爺 我說的都是真的 是嗎 這是喬和志一生 他是高修成的徒弟 這是喬和志一生 他是高修成的徒弟 休休姐你好 我是喬和志 喬醫生 你是 沈城醫院的院長 沒錯是我 高醫生雖然藝術高明 但誰都知道他早已退營 再不會治病救人 爺爺能把喬醫生給請來 都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爺爺 我謝謝你的好意 但的確是高修成高醫生救我的 我還見到他了 喬醫生 看來他們都不信了 你來跟他們說 我師父雖然醫術高潮 但當年也有個誤診 導致病人出世 後來他就退營 至今已經十五年 最近來 不知道多時間請他出傷 但都被我師父拒絕了 別人請不到 不代表我也請不到 你說 小廚 你當我老頭是傻嗎 高修成的徒弟就出來作證了 你還敢撒謊 誰說鍾少爺撒謊了 誰說鍾少爺撒謊了 你又是誰 我就是高修成 一天之前 我剛給 蕭小姐做了手術 哈哈哈哈 小子 這 又是你從哪找得演的了 你沒錢沒事還嘴硬 我是絕對不會把孫女嫁給你的 弟子求我自班弟師父 起來吧 這 怎麼回事 他這是高醫生 丑盒子 你 你沒跟我開玩笑吧你啊 休總 他確實是我師父 師父 要是找這你已經出傷了 弟子也就不夠過了幫你 聽說 高醫生淡薄名利 誰都請不出來 看來呀 都是道挺胡說的 不可信呢 你說的沒錯 這麼多年來 確實有很多 大官賢貴 邀請我出山 也確實 被我一一拒絕了 現在又是怎麼回事啊 雖然說 沒人挺得動我 但 也不代表我 不會主動幫人看病 況且 這位周少爺 送我一個明代宮廷茶壺 至於這個茶壺嘛 哎 我很喜歡 你沒跟我開玩笑嗎 明代的宮廷茶壺 隨手一支架都在一百萬以上 不不不不 那支五彩陶瓷虎 值五千萬 什麼 補圈吧 你這種小子能拿出來一百萬 老頭子我都扶你 這是吹牛不大草稿 哎 修總 話我畢數太死了 看你我師父都請了受傷 搞不好真是什麼大贏無人 我人老了 眼力不差 小子 我還是那句話 我孫女兒不嫁廢物 你趕緊滾蛋 不然 別怪我 不客氣 爺爺 來來 把這小子拖出去 放開我 我要是能拿出來一百萬 你怎麼辦 好啊 但凡你小子哪怕拿出來一百萬 我都可以考慮把瑤瑤嫁給你 好 這可是你說的 這卡裡有錢 你可以隨便拿去印 這卡裡有錢 你可以隨便拿去印 一張剖卡 就沒有必要解釀 這可是 至尊黑卡呀 這種東西 只有可能在九州商會的中會上手上 這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啊 那 這怎麼可能在你自己啊 爺爺 我都跟你說了 周會長是他爸 他有這個卡 這很正常 真的假的 一張 至尊黑卡 九弟一山 一萬 成啊 這 這 看來 老爺子還是很有眼力見的吧 那這樣 就不用去驗 哈哈 哎 那中少爺 之前那是我老舟舟有驗不住 那個 能不能替我引劍一下中會長 可以 那 我跟瑶瑶的婚式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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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天德你要带我去哪 杨秘书 你招什么急呀 马上你就知道了 往下往下往下再挖 你挖 你怎么那么笨的 往下时间挖 挖深一点 杨秘书到了 张会长您来了 张会长 华经理别来无恙了 别来无恙 你们怎么在这 妈妈 你个臭娘们叫杨靖是吧 跟着那姓忠的不是挺牛逼的吗 居然让我们颜面扫地 今儿可你的死期到了 都是一会儿的 张天德 原来你诬陷我 是他置我于死地啊 真不愧是中会长的心腹 杨秘书 你可真是聪明啊 原来你诬陷我 是他置我于死地啊 喂 说起来啊 我还真得多亏他们继位了 要不然 凭你的本事 怎么会这么束手就擒呢 你也不想想 在这江州市里 就剩咱们几个了 今天 我先把你处理掉 你 那个姓钟那个小子 他乳羞未干 那还不随便我扒了吗 哈哈 原来你是想学东姓商会 对中会长取而代之 是他们在学我啊 不是我在学他们 你好好地想一想啊 这九州商会 那么大的机呀 怎么能白白给那个毛丑小子 杨秘书 您说呢 张会长 别跟这臭娘们废话 直接把他给埋了吧 嗯 就是先把这个臭婊子给埋了 姓钟的那对父子也跑不掉 好 哎张会长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我和方琼今后就仰仗您了啊 好说好说 哈哈 哈哈 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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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张天德 你什么意思 不是说好要跟我们合作的吗 哎 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真当真了 我告诉你说 我的手下 可不养废物 杰德 你不得和死 哈哈哈 小妞 你别跑 马上就到你了 张会长你让我吧 让我吧 你你什么事 我快送出去的 你饶我一命吧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那就是不留后患 姓马的那个父子 已经被我给忙了 可可是你们几个 张天德 你哎 我这人就是这样 我要让全天下人都坐我的垫脚石 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 哈哈哈哈 张天德 总会长肯定会收拾你的 哦 你等我先把那小子给废了 谁对我谁 那还不一定 我这杨大秘书 你看看 是让我送你一程啊 还是你自己下去啊 反正都是 无所谓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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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张不上张不上 我看那娘们不错 要不然咱们 你手闭嘴 这小娘们不好对付 别给我出什么岔子 给我没啥 摧呗 哈哈哈哈 看来 我得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了 哈哈 哈哈 多好看呀 杨阳 没想到你恢复的这么快 高医生真不配是神医 周飞 这次多亏了有你 不过这个高医生不是很难请吗 他为什么会给你面子 我可是九州商会的大少爷 又长得这么帅 他想拒绝都难 你要是再说不正经 不理你了 好好好逗你呢 是因为我后来打听到 高医生当年误诊的人 其实是他女儿 真的假的 难不成 他女儿也变成植物人了 好像是的 而且 因为高医生的失误 高小姐已经不在了 原来如此 看来 他是把他对他女儿的愧疚 迷糊到我身上来 你可以这么理解 怎么啦 天飞 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遇感 是 关于张叔叔的呢 我觉得很奇怪 自从我爸妈走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们 而且 现在杨秘书友出了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莫菲 你是有什么顾虑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我总觉得九州商会要出大事 之前你说 杨秘书买通黄黄黄要害我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 你说的很焦点 喂 少爷有事吗 杨秘书的事情调查怎么样了 杨秘书什么也没说呀 那他现在在哪 我想过去看看 可以呀你到湖山上来吧 怎么样问出什么没 丰天德让我们过去一趟 好那我给你去吧 奇怪 他们怎么过在这种地方呢 原来东西商会的总部就在这湖山之上 赵叔叔他们会在这也不奇怪 那好吧 喂爷爷 杨杨你们人在哪呢哦 我们在湖山上呢 好湖山干嘛去啊 啊爷爷我一会再跟你说吧 我还有事先挂了啊 走吧你去那边看看嗯 你 Hm 张婦会长 赵爷你来吧 请吧 啊 抓不回家 在哪 杨秘书人呢 哈哈哈哈 如果我告诉你 哎呀 那个杨秘书你已经死了呢 你干了什么 怪 就怪你 生在忠家 忠道生是你的办法 我要拿回九州商会 就得盯你下手啊 你把杨秘书怎么了 不错 杨秘书是已经死了 我要有话告诉你 是我 笼络了邦家的后子 是我 伪造了那些证据 重启星天 其实是我的目的 张廷德 你跟星天商会是什么关系 你是星天商会的卧底 你说他这么难听 什么卧底 如果我和你说 没有九州商会 没有你爸 我全家就不会死 你信吗 什么意思 嗯 你还要讲 你张总 星天商会 上 星天商会 上会上站失败 张总一家 面具和在乎 所以 够了 姓钟的小子 你听你们 我 之所以潜伏在 九州商会这么久 就是为了今天 我就是为了现在 重启星天 我是要把属于我的东西 我全程都拿回来 中会长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你竟然能坐上 副会长的位置 说明中会长带你不薄 商业竞争有输有益 你这又是何必呢 你 你个臭猫子 这哪有你说话 小伯 张静能 你不要太过分 我过分 好 我让你看 我过分 你看看 现在还清晰的信啊 那天我爸一把我 跌倒了这个屋子 除了我之外 没有一个人跑出来 每当我看到这些伤疤 我生痛的感动 那就历历在不 甚至 我从哪一刻起 我就碰不了女人了 这种感觉 你懂吗 你一个小娃娃 你不懂 难道 难道你 我回了 过去这么多年 我是那只习惯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既然走上那条路 我就没打算回头 你们两个 想好怎么死了吗 我们两个 想好怎么死了吗 干吗 我抓住他了 张天德 这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事 和小娃没有关系 你让他走 有什么你冲我来 你少这么耻耐 把这姓中的小子 给我抓起来我还有用 那个小娘们 就交给你们了 哈 哈哈哈哈 长小子了 姚姚 姚姚 放开我 放开 别碰姚姚 放开我 放开 谁把我送掉 我让他让他 拖着 爷爷 爷爷 怎么不成话呀 幸好你爷爷有我来了 不给我上 干 让你 爹爹 你這兒吧 我跑不動了 你們快跑吧我這車就在前面 哈哈哈哈 你們幾個別浪費力氣了 有一個算一個誰都不想活 來人先把這老傢伙給我宰了 是你 是你 姚秘書 你居然還活著 實在好了 讓少爺擔心了我沒事 我好得很 你不是 你不是死了嗎 你從哪跑出來的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 張天德 你完了 有我在 你們誰也別想動我家少爺 哈哈哈哈 就憑你 楊秘書 我知道你身手還不錯 但是 你單槍匹馬的 能打得過我們這麼多人嗎 誰告訴你我是一個人矮的 這怎麼回事 你是怎麼做到了 張天德 你真是狗膽不小啊 殘害了這麼多條人命 現在還想來害我家少爺 知道你會是什麼下場 哈哈 就給你一個小小秘書 好像這還輪不到你做主吧 啊 那我呢 啊 那我呢 媽 你們怎麼回來了 小飛啊 讓你受委屈了 瑤瑤 他 他是中會長嗎 嗯 他就是中飛的爸爸 張天德 就憑你也想拿下九州商會 你胃口不小嗎 哈哈 中樂商 你回來的倒挺快 我承認 我失算了 我要是早知道 我就早點動手了 哈哈哈哈 你笑什麼 有什麼好笑的 我笑你愚蠢 我笑你不知天高地厚 你真的以為我們出去旅遊了嗎 我們一直在江州 你什麼意思 騙我 小飛啊 怕是想看到你的成長 我想知道 在沒有我的情況下 你會怎麼走 我更想知道 商會內部的叛途是誰 什麼意思啊 我我沒明白 在很久之前 商會內部 就出現了頻繁的被盜用 來不斷以陌生人 能進入絕密會議室的人 除了我之外 就只有楊靜 張天德 好你可老狐狸啊 我說呢 你哪次回來 都帶著我和楊靜 原來 你是早有預謀啊 張天德 你這話就過分了 就算我不帶你 你難道自己不會跟過來嗎 這次對你來說 是最好的機會 哼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我的身份的 張天德啊 張天德 你也太新奇 剛回國就急著拉攏當局的事 先聯絡馬家與方家 又趁著整個東興商會的機會 把整個東興商會收入腦中 你以為你做的這些 我不知道嗎 哦 原來 你其實什麼都知道了是吧 你也可以這麼理解 包括你誣陷楊靜 陷害我兒 以及你所有的行動 我都瞭如指責 我都瞭如指責 那個時候 我確實以為你就要得逞 可惜了 你前腳剛走 中務會長就派人來救我 楊靜 你該死 你就是該死 我要早知道 一招把你給宰了 其實 我早感覺你有問題 不過我沒有太多想 誰能曾想到 你是新天商會的人 鍾老生 你知道又怎麼樣 你害死我一家老小 還把我害得人不人鬼不鬼 恨得我就想同一個全家 張天德你別胡搗埋纏 當初是你們星天商會 非要跟我們對著幹 你們技不如人 最後落到這個下場 是你們自作自受 你放心 你別以為你們人多 我們就會怕你們 來人 把他們給我打了 動手啊 一拳廢話 走來 來人把他們給我抓起來 張天德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鍾勒尚 我承認 你贏了 我是機關算盡 沒想到你更是技高一筹啊 不過你給我技好了 在地獄 等著你 會長 張天德要舌自禁了 行了 張天德會是做盡 也算是他自己的 把其他人都抓到警察局 讓他們好好宣問 帶走 你好嗎 吳小 我是姚姚的爺爺 我叫蕭遠年 老爺子 我知道 沒想到老爺子一把年紀 身體還這麼硬朗 剛才 如果不是老爺子這時出現 小飛他們就有危險了 那是當然了 他們可是我的孫女和孫女士 老爺子我呀就算豁出命去 也得保他們的平安呢 哈哈哈哈 小飛啊 經過這件事 你有什麼經驗和教訓嗎 爸 你也太厲害了 原來你一直在案中幫我 只是 我是不是讓你失望了 還不上失望 那麼總得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你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張 這點很不錯 不過經驗方面 你欠缺 以後會吃大口 那你都教教我吧 而且 這次你回來就別走啊 都陪陪我跟我媽吧 我也厭倦了商場上的鬥爭啊 這次回來 我本就沒有打算著 有了小飛 我問你件事啊 你真的喜歡 這個叫小姚的小姑娘嗎 爸 我很愛他 之前我一無所有的時候 他都願意跟著我 現在我更不能拋下他 除了他 我誰都不要 好 不愧是我中月生的兒子 你就大膽的追求你的感覺 爸支持你 謝謝爸 哈哈哈哈哈哈 好